生理期铁质流失 来玩温热的红豆汤 不少女性朋友认为 这是补血 补铁 疗愈身心的好方法 不过 营养师说 这其实是个美丽的错误 营养师陈一婷指出 红豆确实含有铁质 但终究是植物性铁质 人体吸收有限 并不是很好的补铁来源 而且 红豆汤除了本身是淀粉以外 还有添加糖的问题 吃多了反而会造成负担 她认为 有补铁的需求 还是移动物性来源 效果较佳 喝猪血汤倒是不错的选择 维生素 C是铁质好朋友 陈一婷营养师表示 铁质是血缝素中 主要携带氧气 带质氧气随着血液 至全身提供细胞利用的重要物质 铁质也参与了 神经传递物质合成及免疫系统 女性朋友 由于生理期的铁质流失 比较容易有缺铁现象 缺铁的症状包括 身体疲倦 气色不佳 晕眩 掉发 心跳加快 严重甚至会导致免疫功能下降 依据国健署 国人膳食阴氧素参考摄取量 每日铁质建议量为 成人男性10毫克 成人女性15毫克 补体食物的动物性来源 主要为血脊质铁 包括猪血 鸭血 猪肝 蚊蛳 牛肉 猪肉 羊肉等 是补铁CP值较佳的食物 植物性的 飞血鸡质铁 则以红线菜 红凤菜 红豆 小麦胚芽 黑豆等的含铁量 最为显著 但飞血鸡质铁的吸收率较低 最好搭配维生素C食物 如巴勒 柑橘类 奇异果 草莓等 以辅助铁质吸收率 葡萄 樱桃含铁 不如红凤菜 不少素食的朋友 会以樱桃 葡萄 葡萄 红枣 当作补铁食物 但营养师说明 即使铜属于 飞血机制铁 但樱桃或葡萄的 铁质含量并不高 反而是深绿色蔬菜 胃精致骨类 豆类的铁质 会比水果类来得高 陈一婷 营养师列出 每100克食物的 铁质含量 分别是 红线菜 8.5毫克 红豆 7.1毫克 黑豆 6.2毫克 小麦胚芽 6.0毫克 红凤菜 6.0毫克 无花果 4.5毫克 黑枣 2.4毫克 红枣 1.7毫克 葡萄 葡萄 1.5毫克 樱桃 0.2毫克 葡萄 0.2毫克 而每100克的猪血 就含有高达 28毫克的铁质 相形之下 吃猪血汤 补血的CP值 远高于红豆汤 另外 陈一婷营养师也提醒 茶与咖啡中 所含的丹宁酸 会降低铁质吸收 如果想补血 建议避免随餐饮用茶饮 咖啡 以免影响吸收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